主耶穌啊 謝謝你這樣愛我們 更謝謝你隨時住在我們的裡面 讓我們可以緊緊的抓住你 Hallelujah 每當我 每當我面對風浪 你總在我身旁 生命福分與我分享 人生的渴望 每當有何進駐港 你吃一步搖晃 是我心充滿有平安 終然無限希望 你 是我永遠的依靠 接受信心來宣告 我真是經歷你 全能的力量 沒有你 是我永遠的依靠 接受信心來宣告 當我來去世紀 還神記者 在不遠前方 每當我 每當我 你對風浪 你總在我身旁 神明福分與我分享 神明福分與我分享 人生的渴望 每當有何進駐港 你只一步搖晃 你只一步搖晃 是我心充滿有平安 從滿無限希望 你是我永遠的依靠 牽手信心來宣告 我真是經歷你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遠的依靠 接受信心來宣告 當我來去世紀 還神記者 在不遠前方 你 是我永遠的依靠 接受信心來宣告 我真是經歷你全能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遠的依靠 接受信心來宣告 當我來去世紀 還神記者 在不遠前方 每當我 你對風浪 你總在我身旁 神明福分與我分享 跟神明福分與我分享 每當有困境主黨 你只一步搖晃 是我心充滿有平安 從滿無限失望 你是我永遠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只是经历你 鲜楠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成心 几百神几舟 在父母前里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只是经历你 鲜楠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成心 几百神几舟 在父母前里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只是经历你 鲜楠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成心 几百神几舟 在父母前里 是我永远的依靠 在父母前里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我只是经历你 鲜楠的力量 唯有你 是我永远的依靠 接受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成心 几百神几舟 在父母前里 是我永远的依靠 拥调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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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你是配的荣耀 大君光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欢迎祢在我们 中空间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欢迎祢在我们 中间 荣耀耶稣 耶稣 耶稣 主耶稣 荣耀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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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欢迎祢在我们 中间 荣耀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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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喜悦的荣耀大军王 orn god 喜悦的荣耀大军王 喜悦的荣耀大军王 прост 耶穌祂 使得愛我們的耶穌 我們深知 祢是我們永遠的依靠 我們深知 當我們全心敬拜祢的時候 就會有許許多多的神蹟 要發生在我們當中 會有許許多多的醫治 要發生在我們當中 要有許許多多的恩典 要在我們的當中 愛我們的耶穌 我們要榮耀祢的生命 我們要高舉祢的生命 因為祢是那佩得所有讚美的主 祢是那佩得所有榮耀的主 我們要高舉祢 我們要榮耀祢 就求祢的寶座就設立在我們當中 讓我們可以日日夜夜這樣來朝見祢的熔面 讓我們可以日日夜夜這樣來高舉祢 也求祢常常住在我們的裡面 讓我們可以成為一個榮耀祢明的人 讓我們可以成為活出祢樣式的人 在今天我們就要宣告 主耶穌 你就是那榮耀的大君王 主耶穌 你就是那榮耀的大君王 哈利路亞 我們讚美祢 我們再次將所有的掌聲 獻給我們的主耶穌 哈利路亞 謝謝祢的主耶穌 我們要再一次用祢教導我們的主導文 來禱告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祢的名為聖 願祢的國降臨 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 免我們的載 如同我們免人人的載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 權柄 榮耀 全是祢的 直到永遠 讓我們再次將榮耀 歸給我們的神 哈利路亞 各位弟兄姊妹請坐 讓我們請讀金的弟兄 來帶我們讀金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平安 在這美好的夜晚 讓我們一起以牽著的心 來領受神的話語 我們今天所要共睹的經節 共有三處 第一處經節是在 《非利比諸》第三章 二十到二十一節 請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 並且等候救主 救世主耶穌基督 從天上降臨 祂要按著那 人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人 將我們這悲劍的身體 改變形狀 和祂自己榮耀的身體相似 第二處經節是在 《加拉太書》第三章 二十六到二十九節情 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 都是神的兒子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 都是替代基督了 並不分猶太人 希臘人 自主的 為奴的 或男或女 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裡 都成為一了 你們既屬乎基督 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最後一處經節是在 《約翰》一書第三章七到十一節情 小子們啊 不要被人誘惑 行義的才是義人 正如主示意的一樣 犯罪的是屬魔鬼 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 神的兒子顯現出來 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裡 他也不能犯罪 因為他是由神生的 從此就顯出 誰是神的兒女 誰是魔鬼的兒女 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 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這就是你們從起初 所聽見的命令 Amen 那麼我非常的欣佩 他七十歲的時候 可以到澎湖來 他跟我說 他下半輩子 要把生命放在澎湖這個地方 我心中在想 七十歲應該是老輩子 不是下半輩子 可是呢 我慢慢跟他在一起 才發現到他 雖然七十歲 可是體力非常好 講話非常有力 他真的是 在澎湖很認真工作 帶了一個醫療團隊 在澎湖做醫療的工作 沒有想到七十歲 我在澎湖 過了三十四年 他才離開這個世界 當他一百歲的時候 他還跟李文藝牧師說 他想去講道 叫李文藝牧師開著車 帶他到北港去講道 李牧師告訴他說 不通了啦 你一百 你應該讓給年輕人這樣 從那個時候他才放下 他講道的天才 他真的有點講道的天才 那麼呢 李牧師常常推著車子 把他推到百貨公司 他很喜歡到百貨公司 因為很多人都問他說 阿公你幾歲 他都說哇一百 哇那些小姐們都圍著他 摸摸一百歲的老人 的確這是一種榮耀 有一次他九十歲的時候 有一天叫我帶他到 加利利島高原 我現在帶他去 他說要看一個老牧師 叫做王昇武 這個牧師呢 這個老牧師的兒子 叫做王陽明 你們聽過這個人嗎 寫了一本書叫做 窮得只剩下錢 好 那麼我們去看這個老牧師的時候 那個老牧師啊 是非常精明的 九十五歲 他看到賴牧師的時候 問他說 啊你是什麼人 他說啊我是冰洞 那個老牧師就跟他說 蛤 你這個小孩來這裡要做什麼 我聽聽聽聽聽 一個九十歲的人 就看一個老人 他跟他講說 你這個小孩來看我要做什麼 結果呢 這個王牧師呢 那個時候九十五歲 還在種田 在加利利那個地方 我才發現到很多 以前的牧師都活得很好 很健壯 現在的牧師可能沒有辦法 活得那麼老 因為現在牧師比較超老 有很多人問我說 牧師你要活到幾歲 我不敢說我要活到一百二 我能夠活到八十五歲 然後安眠那就很快樂了 我要交代我的兒子說 當我眼睛閉下之後 在十二個小時之內要把我燒掉 不然的話我的肉可能會分不完 期待著各位 對自己的生命有一些期待 不要懼怕 把自己交給神 有一天我們都會離開 對不對 有一天你會不會離開 對 你知道歷史上活最久的 你知道幾歲嗎 歷史上 目前有同期的 你知道幾歲嗎 兩百六十七歲 叫吳清雲 你只要打Google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人 從一六幾年 活到一八幾年這樣 哇很恐怖 活到那個指甲都很長 他總共起了十七任的棋子 好恐怖 聽了以後就覺得 活那麼久幹什麼 有一次我去 你知道巴德嗎 有個巴德牧場 然後我們教會丁子妹 很多埋在那裡 當我到馬德牧場的時候 看到一個浮墓很大 那上面呢 寫著死者的名字 下面所有的兒子都死了 孫子也都死了 是趕那神把他埋葬的 那有何等的孤獨 對不對 所以有生之年 你也不要跟神說 神啊讓我活到一百二 你知道嗎 讓我活到適當的時間就好了 這條路每個人都要走 不要懼怕 每個人都要走 不要懼怕 還有一件事 是鼓勵各位 如果有機會 你有時間 一清早的時候 可以跟我一起來行走禱告 你會很健康 我最近已經瘦了六公斤 感謝主 然後呢 最近發現皮膚比以前更好了 然後呢 眼神也比以前更有力量 你知道嗎 那常常看自己 比以前更瀟灑這樣 那我才知道化妝品是沒有用的 運動才有用 所以請各位 特別是姊妹們 把化妝品放在一邊 奉耶穌祢名把它魅絕掉了 然後呢 多運動 你就會多健康 弟兄妹有沒有阿門 大聲一點好不好 有沒有阿門 還是很小聲 那我也鼓勵各位 你下個禮拜開始 我們是五點五十分開始走路 我們大概不會等五點五十分 又提早十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七點鐘開始 在我們的废墓 開始有一個敬拜 我一直鼓勵年輕朋友 我今天中午鼓勵劍姊姊說 把他們的兩個兒子 一大早就帶來敬拜 我鼓勵忠林 要把太太跟孩子帶來敬拜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至於我家都要侍奉神 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劍姊說 劍姊啊 你是我們教會最重要的人 我 你一直誠太幹什麼 誠太太一直想害你 那我跟我兒子說 你要把一個兒子生下來 叫做什麼盾 A度盾 把它取名叫A度盾 就是一個敬拜者 現在每天都躺在家裡睡覺 你看那個A度盾生下來 他的動作都是這樣 從小孩一生下來就是這樣敬拜 享受神的同在 我說我跟他講說 每天早上六點鐘 就把他帶到哪裡 會墓來敬拜 讓小孩從小就敬在聖靈裡面 就敬在神裡面 我還記得以前 有一個鋼琴的老師 他來敬拜的時候 都踢著他的小孩 然後他來彈琴 他就把孩子放在琴下 你知道嗎 那個小孩子生下來以後 到現在長大是絕對英感 你看有沒有厲害 所以你如果生下孩子 要他選音樂 就把他放在下面 他一定會變成什麼 絕對英感 我期待給各位 就是一定要相信神會做大事 為什麼要這樣積極的禱告 我上個禮拜 我們的建築委員告訴我 那個牧師 我們新中路要蓋一個天國文創中心 挖下地下室 要挖地下室的時候 只要挖到一米半 一百 一百五公分 不是一百五嗎 就是挖下去之後呢 那個水就會噴出來 因為那以前是海 你知道嗎 那你挖下去的時候 水會噴出來 很難處理 可能要用很多的錢 去處理這個地下室 我們地下室總共要挖七百坪 然後挖下深度是三米六 有沒有恐怖 要搓多少水 他那個 我們那個建築委員會的委員長 就告訴我說 牧師你要去禱告 我說你呢 他說我在家禱告 我們那些弟兄都很聰明 那我一個相信 我一直相信神的話 我會抓住神的話 這是天國的信心 是屬天百姓的信心 你看看 摩西是不是帶著百姓 經過紅海 有沒有 紅海是不是怎樣 分開了 以色列百姓從紅海走過去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耶穌亞 然後走過耶誕的時候 耶誕的水成為兩邊的什麼 雷有沒有 然後百姓怎樣走過了 你看到摩西子的盤石擊打的時候 那個水就怎樣 湧流出來 水可以湧流出來 你也可以知道 水不只湧了 水可以止住 而且水可以成為堅雷 堅固的盈雷 所以我相信 我們要禱告 我們只要禱告 天天禱告 水就往下沉 然後我們那塊土地的水 都會跑到旁邊去 不會危害隔壁 我最近看到很多的神蹟奇事 都是我們都不敢相信的 不過我相信 確實這些事情 可能也會發生在我們教會的裡面 我還記得前不久 我們的教會就在會幕禱告 禱告到很多人 全身都浸在那種金粉的裡面 我看到這個金粉 我看到蘇文的手是金粉 看到那個媽咪的手是金粉 你知道嗎 我真的感受到那種聖靈的容量 就跟我們同在 我之前看到波羅里哥 不是哥倫比亞 波羅里哥那個地方 有人禱告 禱告之後 最後呢 鑽石得降下來 真的是鑽石 然後總共掉了一千兩百多顆 有一次江秀琴牧師也講到說 他在講道的時候 鑽石掉下來 有沒有 而且他洗衣機的當中 也掉了幾顆鑽石 我想到這裡的時候 我這個禮拜真的跑到洗衣機去看看 沒有 但是我就跟說神啊 我不要鑽石 我要黃金 為什麼要黃金 鑽石跟黃金有沒有不一樣 鑽石還要鑑定 很麻煩 還要雕刻才有價值 黃金無論大小塊都可以賣 我在跟他說神啊 就黃金從天上怎樣 你們都不敢講 跟我講一次 這個是宣告 我發現到這個是信心 我們就是佛在那種 沒有信心的當中 所以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跟我說一次 黃金降下來 黃金降下來 可能嗎 可能 Amen嗎 我再講一個 這是真的 你如果相信 你是神的兒女 跟我說一次 我是神的兒女 我是神的兒女 神必然公願我 神必然公願我 我今天早上講 禮拜五 中會一夜 請我去調查邵恩 在教會 座傳道有沒有很優很優秀 當然在教會裡面 我天天罵他責備 看到我他兩腳就發抖 我從東邊走 他從西邊走 可是我到外面就一直讚美 我們這孩子很優秀 什麼都很好 特別對長老會非常忠心 長老會那個部分只有十分 你知道 每個題目最滿分的十分 我說這個分數可以給他十一分 這樣 因為他跟我講說他參加 他中會的什麼事總會的什麼事 我都答應了 其實咬牙切齒 對我來講 總分是130分 我們就給他124分 有沒有很高 非常高 他真的很優秀 我只有兩個東西沒有給他滿分 就是一個就是創 那個叫做創造性 還有領導力 因為年紀還不到創造性還不夠 領導力也不太夠 我就給他8分 8分已經很好了 我們在那一天 其實我身上一塊錢都沒有 我真的沒有錢 因為我很少去銀行領錢 我也不知道到銀行怎麼領錢 你們可能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不想去銀行這樣 我就那天去參加的時候 參加他的這個評鑑委員 完了之後呢 中會就給我一包 一包紅包 裡面呢 我一摸我會敏銳 我一摸大概就知道 嗯不錯 這種厚厚的你知道嗎 感覺到很實在 我就知道這是神的供應 我打開 原來裡面有八千塊 原來他派來這裡領教會的薪水 中會還給我錢 所以我們應該是多派幾個人來 我才有這麼 有更多的錢可以領這樣 可是我拿那一包的時候 我心裡面很掙扎 因為他真正的老師是黃牧師 到底我要給他多少錢 其實我心中有數 我心中所想的是一個人怎樣 一半 所以我應該四千 他幾千 他四千 可是中會那個牧師拿給我錢的時候 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那一包 你知道嗎 那個屬地的力量很大 應該是他應該一直看我 他不是他一直看那一包 所以我拿過來的時候 因為他太屬地了 所以我把他扣了一千 就是我五千 他三千 所以以後你們有機會 看到我拿錢不要看錢 你要看我的臉 免得你們被扣錢 但是我要離開的時候 我心中滿心的喜樂 喜樂什麼事呢 我就覺得很喜樂 就說 神怎麼樣的這麼慈悲靈憫 然後祂愛我 祂真的愛我 祂為我犧牲 祂為我而死 然後我信靠祂 追求祂的國異祂的義 祂就不斷地供應我 你有相信神的供應嗎 我希望各位 你不要一直在過屬地的生活 這種地上的生活會捆綁人 過去我們在地上 我們有地上的經驗 我們有地上的價值 我們有地上的倫理 我們真的活在屬地的裡面 你在屬地的力量 我相信是有力量的 可是這個地方常常是 撒旦的 是負面的 它是負面的 可是你進到神國了以後 你會發現到 其實神把我拯救到 在國度的裡面 我成為神的兒女 我就成為神的兒女 我的價值觀必須改變 成為神的兒女 就是不斷地在恢復神的形象 跟神的款式 神要擴充我的管理跟治理權 就是要我不斷地恢復 當我在恢復的時候 我必須要注意到屬天的話語 我必須要注意到屬天的能力 我不能一直被地上手捆綁 所以我的眼睛常常會看到 天父的需要 而不是我的需要 我會看到天父的指示 看到天父的帶領 看到天父的看顧 我就從天上領受了很多的能力 我不是從地上領受能力 今天的所有神的百姓是這樣 從天上領受了莫大的能力 在治理地上 所以我們常常禱告說 在地上如同在哪裡 在天上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禱告說 在地上如同在哪裡 在天上 你畢竟從天上領受了無限的能力怎樣 在地上你才會有治理權 真管理權 可是我們一直被地上手捆綁 你看一下聖經 哥羅西書你看一下 今天早上我讀的 你看一下 OK 你看一下來 有沒有 沒有 OK 讀下來 他救我們怎樣 脫離了黑暗的全世 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度裡 我們在愛子裡得猛救贖 罪過得以赦免 我們的罪過得以赦免 所以怎樣 我們脫離了黑暗的全世 進到他哪裡 愛子的國度裡面 你就過去在蜀式的世界 今天是進到蜀林的領域裡面 你今天必須要進到 天國的領域的裡面 我提醒各位 我們不是為得救 為永生而活 我們是為了得救 能夠因著神的能力降到我身上 建造神的國度而活 是為了建造地上的天國而活 你有沒有想過說 基督徒只要活著 真的是活在恩典當中 罪過得以赦免 然後你進到一個榮耀的光輝當中 所以你常常要把自己自死掉 我等一下會很詳細的把早上 我沒有講 沒有講的晚上再講一次 你再讀一個聖經 有個羅西書第三章的地方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第三章 你看一下 所以你們如果真與基督一同復活 就當求在上面的事 那裡有基督坐在哪裡 神的右邊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不要思念什麼 地上的事 思念天上的事 不要思念什麼 地上的事 那麼提醒各位 地上的事會成為你最大的捆綁 魔鬼到底做什麼 我今天晚上會詳細的告訴各位 你如果是蠻圖 你必須要知道 魔鬼到底在做什麼工作 地上的事到底是什麼 你等一下 我讓你看一下 你看你看看這個表 你看 不對 再來 魔鬼的工作 來看一下 魔鬼在做一種脫竊殺害毀壞的工作 魔鬼在做什麼 脫竊殺害毀壞 脫竊你的財物 然後呢 殺害你的生命 毀壞你所有的環境跟一切 有沒有恐怖 那麼呢 他在做什麼工作 他會說謊 叫你說謊 叫你說謊 生意人說謊不說謊 孩子說謊不說謊 孩子有沒有常常會說謊 會不會 眼睛看我一下 怎麼忽然之間 大家眼睛都像下面 OK 沒有說過謊言 請你舉手一下 你看看喔 有沒有很屬地 有沒有 再來喔 你看看 控告 魔鬼撒旦之夜在控告你 讓你的形象非常差 控告你說你很沒有用 控告你 說你一無所事 有沒有每天在控告你 你在生活的當中 會不會控告你的朋友 有沒有 朋友會不會控告你 會不會 那控告的力量大不大 再想一想喔 再來 讓你生病 很多的疾病 的確是撒旦給的 很多的生病真的是撒旦給的 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姊妹 這裡長一顆腫瘤 然後那個姊妹很好玩 跟我說牧師我要祷告 我說什麼事 她說我要祷告 我這裡有一顆腫瘤 她就把手伸出來了 那時候我的確不是很喜歡 為人家按手禱告 其實我也不太會 那他就把手伸出來 我就開始為他禱告 他說牧師不是這樣的 你把你的手按在我這個腫瘤上面 你知道嗎 結果這個人就也是被迫 不得不按在他手上這樣 那按的時候你知道我 這裡有個腫瘤 按下去之後呢 這顆腫瘤從這邊跑到這邊來 按下去他就跑到這邊 我嚇得一跳 怎麼可能從這一邊跑到這一邊 我就按這一邊 換按這一手 然後又跑回來這一邊 我那時候很生氣你知道嗎 沒有懼怕 我就把他兩手抓住 你知道他跑到哪裡 跑到這裡 喔 真的很恐怖 你知道嗎 真的很恐怖 然後我就抓緊他的手 兩隻手按在這裡 我就一隻手抓這一邊 一隻手抓這一邊 把那隻手按在這裡 不見了 有沒有恐怖 我們教以前一個鋼琴手叫學真 他每年都要發生車禍 很奇怪 一定會發生一次車禍 因為他爸爸是車禍時的 他頭常常痛 那有一天他車禍 然後他媽媽叫我去 我說碰得嚴重不嚴重 他非常嚴重 整個頭都碰得腫得不得了 然後呢有一點腦震盪 我就 因為那個孩子呢 在我身邊很久 我就把他的 這個後面這個頭髮呢 把他掀起來 看看他喪失重不重 才發現到後面有三顆 黑色的腫瘤 我問學生說 學生這三顆都久了 他說從十幾年來都在他身上 我就 我堅持你過來一下 我們這個敬拜團要當演員 向背後 三顆就在這裡 就在這裡 然後呢我就跟耶穌 耶穌奉你的名 媚集這三個腫瘤離開 他臉動都不動 他真的臉動都不動 我說耶穌奉你的名 你媚集這三個腫瘤 黑色的腫瘤離開 動不動 不動 我忽然之間有一個感受 就是什麼 你知道 開始用靈語禱告 我跟他媽媽說 阮姐 我們來為女兒的 這個三顆腫瘤禱告 她跟她說 哎唷 那個很小的就這樣 我說不對 這是寫靈 我就跟他開始禱告 我用靈語禱告 我咬他去咬他 那我開始說 進去的時候 三顆黑色的東西就怎樣 就像一條線一樣就揮出去 好像一條線 三條線這樣 一顆一顆 很細很細的東西就揮出去 我就知道那是什麼 那是撒旦的力量 你可以回去 你知道 像很多癌症 真的是撒旦的力量 讓你生病 所以當你生病的時候 你要奉耶穌的人 妹姐那個惡者離開 很多人說 牧師你怎麼為你 躺在那邊禱告 我就常常為自己 按著身體 為躺在那邊禱告 禱告完之後 就覺得很餓 又吃了 躺在那邊有臺 但是我知道 那絕對是撒旦的攻擊 你知道嗎 還有 撒旦有沒有叫你恐懼 那你心裡充滿的懼怕 就是懼怕 這個懼怕會在你裡面 對未來沒有踏實感 因為你是屬地的 你看 我是屬地的 我每踏一步 是不是要很腳踏實地 每走一步路 是不是要依靠地上的土地 有沒有 你有沒有想到說 我對未來懼怕是因為 我不知道我的未來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未來有沒有前生活 所以我會怎樣 會懼怕 很多人的懼怕是因為 他不知道他未來是什麼 他不知道在做什麼 他將來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他不知道 所以他充滿什麼 懼怕 他怕黑暗 怕孤獨 怕無力感 很懼怕就在他生命裡面發生 你再想一想 你心中有懼怕嗎 有沒有 淫亂 不正常的性生活 有沒有 沒有 再來 忌妒 有沒有 人類第一個 第一次的 大戰爭 就是忌妒引起的 一個 會獻祭 一個不會獻祭 一個是亞伯 一個叫什麼 肝允 結果肝允 結果肝允基督他的弟弟亞伯 就把他殺了 肝允的名字叫德 意思是德 從神得到一個孩子 可是這個孩子呢 爸爸媽媽剛剛從伊甸園出來 充滿了罪惡 剩下那個孩子呢 也充滿了罪惡跟憤怒 所以呢 他那個憤怒 就把他的弟弟怎樣 殺了 屬地的人充滿什麼 忌妒 有沒有 你有沒有基督的心 再來你看看 憂傷的靈 很多人都很憂傷 無緣無故 有一個弟兄說 牧師傅我都很憂傷 我很想要靠 那是靠怎樣 他說我知道 你以前憂傷了 我進去帶一個 一個年輕人 結婚那一天 我去參加婚禮 他跟我說什麼 你知道嗎 他怎樣說他的結婚感言 說我每天都預備要死 用死的這個眼光 來對待我的太太 我等一下覺得 今天是婚禮 他講這個道理 我嚇了一跳 你知道嗎 我在跟他宣傳說 他告訴我 牧師傅我每天都很憂傷 我說憂傷什麼 他也不知道 因為我才發現到 他有一天跟我講話 我才知道 那個憂傷怎麼來的 他的爸爸 在他還沒出事之前 就被人家殺了 他的媽媽 懷孕他的時候 想把他拿掉 你知道嗎 所以姊妹們 你如果懷孕就要生下他 你不要把他怎樣 殺掉 你知道嗎 這是墮胎的原理 我講過 那麼這個 重母親的 本來把他拿掉 可是又捨不得 那時候他的父親剛剛死 有沒有憂傷 在肚子裡面的孩子 都對外界一定有感染性的 有感染的 結果他就很憂傷 剩下就很憂傷 那麼到結婚那幾天 他才知道 原來他的母親 就是他的姑姑 那有可怕嗎 他去申請戶口名部的時候 才知道他的母親 就是他的姑姑 他的阿姨就是他親母親 哇 所以他難怪活在一種憂傷的裡面 如果你憂傷的臉的時候 一定要探討這個憂傷從哪裡來 我提醒各位 你不要一直把他放下來 有一個老師告訴我說 牧師 我每天都很憂傷 我就開始探討他的生命的歷程 他三歲的時候他的爸爸 就從德國流血回來 他爸爸讀台大生理系 從德國流血回來 然後呢 在一隻車禍當中 他爸爸死了 從那一天開始 他的媽媽一直告訴他說 你沒有爸爸 你已經沒有爸爸 沒有人愛你 他每天聽到這種話都會憂傷 憂不憂傷 直到今天那個憂傷的臉 就在他裡面 撒旦就做這種工作 把憂傷種在你的心田裡面 當你有憂傷的時候 你要跟神說 神我要靠主藏喜樂 Amen 你看看喔 很多宗教的立法 你不要以為在 你不要以為在宗教界裡面 人都可以得到自由 很多的時候 宗教會成為一種立法 讓人得不到自由 你如果跟一個宗教師 或是一個基督徒 在講話的時候 他常常會生氣 他常會論斷 他講話很絕對 這都是立法主義 你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來 我提醒各位 來 看我一下 各位請坐好 你看 有沒有嚇得一跳 牧師在講到你怎麼可以睡 怎麼可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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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安息住懷吧 有一次我在澎湖 然後去參加一個鋪道會 我們是馬公教會 隔壁有一個國議禮拜堂 國議禮拜堂在辦那個特會 那個牧師一直跟我說 你牧師我們都沒人 你可以來參加 這樣啦 帶幾個兄弟子來參加 那個牧師一直叫我們 我們都不好意思 我們就不得不去聽他講道 結果我們開始坐下來的時候 那個牧師從八點鐘一直講 講到十點半都還沒有結束 你知道嗎 哇 阿翁血都賣掉 他為什麼我血都賣掉呢 他一直罵我們是罪人 你知道喔 啊 再來呢 人來這麼少 我們在做什麼 你敢聽我 你說什麼 連費用都沒啦 無數也沒這樣 他說 哇 講道這麼好都沒人要聽 這樣喔 我說 唉唷 那有這種無數自己講道很好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 你知道嗎 他很絕對 講話就是很絕對 很多牧師也會很絕對的講話 你們如果不十分之一奉獻 你們家就會火燒廚 灰燒廚 你知道有沒有很絕對 我這樣跳這種事的時候 都覺得很可怕 怎麼很多牧師這麼絕對 那有一次有一個師母 台南市的一個師母 遇到我 他說 林牧師 你知道台南市這位 講道的牧師是誰嗎 我說 我不知道 我以為他會說我 我就說是誰啊 他說 我先生 我笑裡跳 我說 喔 對對對 你先生講道很好 他說 你有聽過他的講道嗎 我說 我沒有 他就從他的袋子裡面 拿出了很多錄音袋 他說 你要多聽他講道 你會講道很好 我以為他會送給我 結果 結果不是 他一減賣我兩百塊 然後 說你要買五元一千 喔 不跟他買喔 他絕對不放你走這樣 那我跟他買了以後 那一些錄音袋半路我就丟了 他很絕對 但那個太太很絕對 前不久我們在跟他 在一些牧師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師母也在那裡 開始一直罵我 你知道嗎 一直罵我 幾個例子 他很絕對 有一天他跟他的牧師 到昆森教會去講道 他看他旁邊有個很大的房子 你知道嗎 那人就問他 哇 這個房子怎麼這麼漂亮 這樣 我們就告訴他 那個牧師會 那個家裡是牧師會 沒有跟他講說 是哪一個牧師的 那麼在 一百零五週年完了以後 教會社交一百零五週年以後 我們很多牧師就聚集一起吃飯 我們去的時候 要跟那個師母同一桌 我們坐下來 隔壁一個房間 牧師就講了 唉唷 你不在牧師 你已經住有九歲 大家都知道 那個師母馬上說 一反應說 蛤 那個房子是我的 你知道嗎 哇 他馬上就開罵了 他說你去家裡大間要做什麼 天籠比較好 地面穿要做什麼 第一個 那個家裡大間 流水要怎樣 我告訴他 現在在流水 我氣得氣死 他那種絕對感 就是把所有一切都怎樣 都否定掉 有沒有絕對 宗教領就這樣 你怎麼不 讓別人得到自由 就是裡面發現到 很多人 很多牧師看到你的穿著 就會不喜樂 有沒有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很有趣的 一個姊妹來 穿得很少 你知道嗎 穿得也不多 那完了之後 那個 他的 爸爸媽媽 他未來的公公婆婆 跟他的先生 就帶到我妹前 要為他禱告 禱告完以後 那個 他未來的準媽媽 就告訴我 準婆婆就告訴我 博師 請這就來禮拜兩天 我不要緊 我說不要緊 這樣很好 阿東好 我也是都這樣 他就告訴我 沒關係 他會常來 他說 他不去台北 到禮拜 禮拜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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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穿靈也不要看 世界上就沒事 宗教的靈是什麼 就是絕對的靈 你知道嗎 再來 你會看到什麼 死亡跟陰間 有沒有 你再想一想 死亡跟陰間 你懼怕死亡嗎 你會覺得陰間的力量很大 提醒各位 你在做夢的時候 常常夢到陰間 蛇 屍體 黑暗的人 請舉手一下 有沒有常夢到這種事 很多人會夢到這個事 然後對死亡真的非常的懼怕 耶穌來就是 救贖我們脫離死亡 耶穌來就是 讓我們脫離陰間 所以他在 我們在讀 那個 使徒信經的時候 都說他 留淫婦 有沒有 他入到淫婦做什麼 做拯救的工作 你不要怕 不要怕死亡 也不要怕黑暗 不要怕陰間 不要怕死亡 不要怕黑暗 不要怕陰間 再來 擁靈 控制 無數的控制 控制 嗯 很多人喜歡控制別人 今天早上 我剛才講那一對 那對夫婦 帶著他的 兒子跟媳婦來 有沒有 我在講這個控制的時候 他的先生 就一直指的他 然後他的兒子 一直指的他媽媽 然後四個人坐在那一排 丈夫也指的他 兒子也指的他 他也指的 你知道嗎 哇 這個控制的一點很恐怖 有一次啊 這個弟兄跟他太太開車 我坐在後面 先生弟兄開車 我坐那一次車子以後 我跟祖說 祖下一次我再不坐他們家的車 很痛苦 車子平穩開 人家超車 這個太太就罵他 你不敢放他 你用車子跟他敲過 他先生說 我們這台鼓車 敲過 我跟他這個 我就不敲 不行 一直敲 危險也要敲過 對不對 你們要左轉 你們要右轉 哎呀 我就跟他講說 可以平穩的開嗎 他太太就說 輸人不輸丁 你開車如果這樣的話 有沒有痛苦 真的很痛苦 你有沒有發現 他很多人喜歡控制人 爸爸媽媽也喜歡控制孩子 有沒有 讓孩子得不到自由 孩子們 你背你爸爸媽媽 瑕疵你 請你擠手一下 擠高一點不要怕 讓耶穌讓你得到自由 這 今天到一個家 我真的怎麼 心靈那麼不自由 我們在插手機 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充電器 一般都是 充電器插著 然後 手機充滿之後 手機拿起來 充電器不一定會怎樣 會拔掉 請問各位一下 你充電器會拔掉的人 請擠手一下 我看看 OK 沒有拔掉的人請擠手一下 你看 沒有拔掉的比較多 你知道嗎 那結果呢 那個 我去探訪的時候 那個弟兄啊 沒有拔掉 他太太站在旁邊說 我不是記得要拔掉嗎 你怎麼知道這要了解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要蓋在拜登嗎 這一年他可以生肥肯做風險 你知道嗎 怎麼跟我有關係 你知道嗎 他先生 啊 我就不記得了 自己說你大家都不記得 要拔掉 他 你有沒有恐懼 我昨天還沒有恐怖 很恐怖 很恐怖 我說 哎呀慘了 他還在那邊 他再問說 莫師父我問你 我人這樣對 我現在減入戰場 他再問說 莫師父你插電 衝了 你怎麼把他拔起來 我可以說不慘 有時候是沒有 你男人都這樣 嘴都很深啊 你知道嗎 氣氛好不好 我真的很慘耶 你知道嗎 那個瑕疵的領真的很強 我發現到 其實 在家庭裡面很多 瑕疵的領都很強 孩子不聽你的話 你趕出去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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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他想的都是什麼 都是自己 那控制的領就在你裡面 再來呢 你看看 那擁靈就是 奴隸別人 不只控制 奴隸 聽了以後都會 喘不過來 你就知道 撒旦工作有多大 奴隸人曾經被奴隸的人 請你舉手一下 被奴隸過 然後去奴隸人的人 請舉手一下 沒有舉手的就是事了 我們常常會叫你奴隆 叫你奴隆 你知道嗎 今天中午 有一個姊妹是少校退休的 然後我們在跟她講話說 你少校怎麼不幹 她跟我說 少校聽得好像很大嘛 對不對 可是在他們部隊裡面 他是最小的 少校是最小的 聽了以後說 怎麼台灣的官那麼多 她跟我說 她在做少校的時候 那個中校就 誒 去倒茶水 少校就倒茶水 誒 去做什麼 她去做什麼 她常常成為很多人的傭人 她乾脆就辭職不幹了 少校不幹了 哇 聽了 感覺很沒差 兄姊妹 你常常會奴隸人嗎 還是被奴隸 還是成為被奴隸很快樂 想一想 撒旦在做這個 他一直努力你 成為他的仆人 你應該是成為 耶穌基督的仆人 而不是成為誰的仆人 撒旦的仆人 你再看看 敵基督 反對基督 很多基督徒也是這樣 說他信基督 可是他的心中不叫耶穌 他不是不叫耶穌 他也不傳耶穌 也不說耶穌 也不讀聖經 前不久有一個弟兄 娶了我們教會的一個姊妹 因為常常罵他的太太 罵我們教會的姊妹 他的那個 太太的媽媽就跟他說 你要讀哥林多前書13章 他回應讓我嚇一跳 我才不讀了 讀的那一種 我心中就很難過 有沒有敵基督 神的話沒有辦法進到他裡面 神的話很多人 你們是沒有辦法進到他裡面 很恐怖的 真的不只是外方人敵基督 連教會人都敵基督 再來第14章 被瑕疵 三蛋所創造的東西 都讓你非常非常的喜歡 酒 再來 鹽 再來 毒品 再來 檳榔 再來 賭博 再來 飲料 再來 這妹妹看我一下 到星光三夜就必須下次 不是 每一件都很便宜 每一件都很便宜 你都買回來的時候 每一件都怎樣 哇超便宜的 不買可惜 有沒有 有沒有被瑕疵 有沒有 再來 還有沒有 某某購物台 第四五四六四七四八 我都知道 有沒有 對不對 我都鳳爺是不是斬斷那個捆綁 離開我 我從來沒有在那邊買過東西 再來 最大捆綁是什麼 就是錢 真的 早上起床想錢 中午想錢 晚上想錢 想到這個人 錢越多 然後往下沉的力量越大 要往上浮的力量越少 你再想一想 天國的人以天上的事為念 你只要一直往天上拋 他才會往天上揮 你如果是一直想地上的事 你就往地下沉 沉到哪裡 淫浮跟地獄的裡面 有沒有簡單的道理 今天耶穌說 我的路是窄門路 你人自己越少 神越多的時候 你就往上 往上揮 所以我提醒各位 你如果是神的兒女 你如果是神的兒女 你必須以天國的事為念 什麼叫以天國的事為念 你必須 當我做人的時候 跟人在一起 我要以神為念 當我賺錢的時候 我要以神為念 我工作的時候 我以神為念 你知道嗎 然後呢 我開車的時候 以神為念 你看到 每一件事情 我都為了神的榮耀而活 不是為了我自己 當你以神為念 神就以你為念 當你的想 你的看見 是屬天的時候 你的看見是屬天的時候 神就會給你莫大的能力 給你很多的智慧知識 聰明能力 不斷地交灌在你生命的當中 我們今天就太多的屬地 所以你沒有辦法突破 因為我們這個腦筋沒有辦法突破 就是因為我們屬地 屬地本來就很多的限制 限制在看得見的東西 當你屬天的時候 神進到你裡面的時候 那是屬天的 當你追求祂 追求祂的話語的時候 所以上禮拜我說了 當你在讀祂的話的時候 祂的話會消滅你屬世的能力 你知道嗎 祂的話就像寶劍一樣 斬斷你跟罪惡的關係 祂的話是什麼 就是你的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會引導你向前走 祂的話是什麼呢 就是一種創造的能力 你越讀祂的話就是創造的能力 你那個創造心就會越來越強 你會看到的東西是屬天的東西 不是屬地的東西 那你每天怎麼不讀經呢 你怎麼不每天跪在神面前說 神啊我好好讀經 求祢給我引導 給我力量 讓我完全脫離了世界的概念 然後進到神的裡面 求祢給我創造力 求祢給我更多的創造力 我常跟說神啊給我更多的創造力 我一直跟說神啊讓我脫離了屬世的一切 讓我不要一直佛在地上 讓我真的要15天的看見 所以我跟人家做的朋友 我以神為念 我一直維持我非常好的人際關係 你知道 我在 我賺的每一分錢 我都會以神為念 你知道嗎 這個禮拜我多了五千塊 我以神為念 總統你有聽到嗎 還有薑木你有聽到嗎 以神為念 就是要怎樣 不是我口袋的只要奉獻掉 所以這個禮拜 如果他們一個沒有奉獻三千 一個奉獻四千 那就錯了 因為薑木師上個禮拜去講到 那個長老給他四千塊 有沒有很豐富 哇 我們教會的牧者 神很愛他們 他們真的 每次去講到 都能夠領到很高的這種 謝禮你知道嗎 謝禮是代表他的價值 可是那個價值的意在於奉獻 你看到嗎 我就在想說神啊 你如果沒有 每一件事都以神為念的時候 你以俗世為念的時候 你常常會被地上捆綁著 來你看看 我會不會常常被世上瑕疵 我裡面會不會去奴隸別人 我有沒有控制別人 我有沒有宗教的靈 我有沒有憂傷的靈 再想一想 這些東西有沒有在你裡面 還有一樣 當你屬地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怪謬 什麼叫怪謬 這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樣 很異常 不是自然的 它是怎樣 非常不正常的 用準備問各位一下 你上班是朝九晚五嘛 對不對 我們就請過工人說 我們請過工人 給他一天一千塊 一天一千塊喔 他早上在工作時候打電動玩具 然後做了三個小時之後 吃完中餐那都不做了 那我就問他說 你會不會做嗎 他說沒有 我感覺我可以去做三點外圈 有價值一千塊 我會不會做 我說一千塊是要做的 他說沒有 他的感覺他的價值是多少 是三點外圈就一千了 我說這樣你不要大 他說不行 你幫我搶來不可以叫我走 他說有冠孕嗎 有沒有 上個禮拜 前幾個禮拜 我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有個孩子他去上班 然後五點鐘說 五點鐘下班 五點鐘那個ㄎㄧㄤ 一ㄎㄧㄤ的時候 他都站起來就走出去 然後他回頭一看 都沒人站起來 也沒人走出去 然後他自己真的就這樣走了 隔天他來上班的時候 老闆就跟他講說 你不用來了 他說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 沒有人走你走而已 他在鏡頭嗎 他覺得他不可以用品一分鐘 他差一分鐘都不行 因為他的價值 領多少錢 跟你講五點下班 就是五點下班 五點一分他就不做 有沒有很怪命 我問你一下 你如果去上班 站起來的時候 看到旁邊都沒有人站起來 你還會怎樣 還是會坐下 有沒有 他去上班的時候 就跟他老闆說他會開車 然後第一天 那另外一個工作 他去年十二個月總共 換了十七個工作 然後他說 這個老闆都不夠價 做個老闆 那他前幾天問我說 他可不可以到我公司上班 我說 他會開車 然後老闆叫他開看看 結果上去之後 不曉得從哪裡發動 也不曉得哪裡加油門 老闆就嚇了一跳 請他下車馬上回家 他跟老闆說 我只是忘記 你要給我機會 老闆跟他講說 我不給你機會 他開始賣老闆 你看看有沒有很怪命 再想一想 很多世界 聖誕做的工作就這樣 你回頭來看一下 再提醒各位 你看看 你會不會受訪 你跟我說一次 我不受訪 我是誠實的 比較大聲一點點 來來來 比較大聲一點點 來 我不受訪 我是誠實的 我一定要誠實 撒旦是控告 我絕對不控告 我不生病 我是健康的 我不恐懼 我是平安的 我不淫亂 是聖結的 我不嫉妒 是欣賞的 來 我不憂傷 我是喜樂的 我不律法 我是自由的 死亡已經要離開我 因為我是屬服神國 我是屬服永生的 我不被控制 也不控制人 我不成為奴隸別人的人 我不敵基督 我是愛神的 我不被物品瑕疵的 我要從物品中得到自由 我不怪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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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在真理當中 我活在真理當中 這些撒旦的力量能夠離開你嗎 沒有 有沒有 你能夠勝過肉仔飯嗎 勝過撒西米嗎 有沒有恐怖 你勝過紅酒嗎 沒有回答了 你看看喔 你看喔 來你看喔 勝過 滷肉飯 他說可以 然後勝過撒西米 可以 勝過紅酒 嗯 人類有沒有很軟弱 我也一樣 我看到那個滷肉飯 會繞了幾圈 繞到最後還是怎樣 去吃 我每次看到紅酒 我就想說主啊 讓我不要喝 可是想一想 這是耶穌的保險 人有多軟弱 軟弱到至齒 你知道嗎 但是我怎樣的 真實的進到 神的領域的裡面 弟兄姊妹 我提醒各位 我們來做一個門徒 我提醒各位 把這個東西分清楚一下 耶穌是神的兒子 耶穌是不是稱為我們是弟兄 有沒有 祂有沒有稱為我們是弟兄 但是我們還是耶穌的門徒 但是我們既然稱為耶穌的弟兄 我們也是神的兒女 我們要學耶穌一樣 去成為一個神的兒女 所以耶穌是我們屬靈的導師 是我們生命的導師 祂引導我們進到屬靈領域裡面 耶穌活著的時候 祂從天上領受了屬天的能力 祂說一字就一字 祂說有就有 祂說命定就怎樣 就命定 你是不是能夠進到神國的裡面 成為神的兒女 然後每天都親近神 然後神就在你裡面 你從天上領受祂的能力 說有就怎樣 有 你說命定就怎樣 你說一字就怎樣 一字 你要相信這種能力就會到你的裡面 神的兒女 神就是把最困難的事交在我們的手中 兄姊妹 我一直感受到 你不要一直過著說 主啊我信你 就平安喜樂 你真的要平安喜樂嗎 你活著要這樣 天天這樣嗎 這種人在天上才有 地上沒有 你聽懂我在說什麼嗎 在地上是用平安喜樂的限制 來面對社會的困難 神的兒女 是接受挑戰 要勝過自己 勝過撒旦 勝過環境 然後創造一個新的神國 所以你不是活在這種容易的當中 神給你的工作都是很困難的 沒有那麼容易 我是一直祷告說 神啊把那個優大優乃士交給我 前幾天我在跟一個牧師說 我們要蓋一個交會 大概要花三億多 已經買土地花了兩億 他說 你牧師父 你要說我怕 我去這塊錢 兩千幾萬無幾個年 你那錢要無幾個年 你知道 他跟他說 老了啦不要做了啦 你還不知道 天天已經躲在病院了 你們知道 其他牧師就心有意願那個厭目 有沒有 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 賴牧師過世那一天 我要打電話給他 他說 天天啊 他說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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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喲 喊 喊 那是便宜說叫我冷威士忌喝 真的讓我嚇得一跳你知道嗎 那麼這個禮拜我去中會的時候 問那些牧師告訴我 他快已經快要發便圍通知了 我的同學已經發便圍通知 有沒有恐怖 我真的要在這種年紀 承擔這種困難嗎 每次我禱告 我禱告在禱告你知道嗎 我就跟什麼神啊 應該把這個困難拋給姓黃的跟姓姜的 我好安詳天年 他們明天我如果拋給他們 他們兩個明天可能會拿出一個辭職書給我 然後趕快跑 但是我想一件事 這個教會佩得這個榮耀 這個教會要做的事 是世界上從來沒有人看過的事情 因為教會要做的事不是簡單的事 我們都是神國的兒女 我們要成就偉大的事 體待著神 祝福我們弟兄姊妹 了解一下我們是神國的兒女 我們是充滿屬天的能力 你要相信當你進到神國的裡面 你說有就怎樣 沒有就怎樣 說釋放就怎樣 最後講一個見證 我今天在吃晚餐的時候 那個餐廳說看第十五台 我就問他你們是不是基督徒 他不是好像客人轉的 這只要注意啦 他在講什麼 盡信會 水蘭 台中水蘭教會 那個牧師三十幾年前 來台南跟我一起禱告 問我說 你牧師我要蓋一個教會 要花很多錢 你為我們禱告 看看神應許不應許 我們真的為他禱告了很久 他常從台中來跟我們一起禱告 神真的應許他 你知道那個教會怎麼開始的嗎 是一個修理鞋子的 在對那個孩子傳福音 傳到最後建造一個幼稚園 建造一個教會 結果那個教會會有只有六七十個人 他們蓋了那個三十幾年前 蓋了一個一億多的教會 我看那個一億多的教會 現在目前價值如果要蓋的話 大概五億多 七十幾個人 那個牧師去買了一個很大的管風琴 也買了一個很大的鋼琴 然後建造的人是 當時候的盤頂教會的一個長老 那個長老叫做 什麼錢我不記得了 那已經垮台了 然後那個長老就跟那個總經理說 他們要蓋得這麼好 就儘量跟他蓋 沒有錢 不要跟他計較 就是為他蓋 你知道嗎 就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教會 那個牧師今天講見證說 你只敢大大的張口 神就這樣大大的給 跟我說一次大大的張口 就大大的給 我們在禱告的時候都不張口 我保證你會餓事 因為你只要張口神就給 把你餵餵餵飽你知道嗎 我期待著當你面對這麼大的事後 你要大聲的呼喊說 神啊 我要你的能力 我要你的豐盛 神啊 我要祷告 不可能事都會成為可能 因為神果的事就是一個新的創造 很多神奇奇事會發生 你就祷告說 神啊 你的黃金一樣從天上降下來 這不是夢 這是真的 所以明天早上 禮拜二早上 請大家七點鐘來禱告 你看看黃金會不會掉下來 怎麼沒有人說阿們 你們還 這次信心一天禱告沒有掉下來 兩天就禱告 兩天沒有掉下來就自己奉獻 真的喔 神會做很多奇妙的工作 神真的會做奇妙的工作 弟兄姊妹 相信神的帶領 相信神的祝福 最後跟我說 我是神的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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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神的喜樂 我是神的喜樂 我是神的榮耀 我是神的榮耀 我是神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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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來禱告 然後請鍾宏來帶領我們守聖餐 我們奉獻完了之後 我們要來禱告 我們要來禱告 我們一起來禱告 那請一杯聖餐的弟兄姊妹來一杯好 主啊 求祢與我們同在 請各位呼叫耶穌 各位呼叫耶穌 各位呼叫耶穌 喔耶穌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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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谢谢祢让我们 在这美好的时刻 所有祢所呼召的百姓来到祢的面前 与祢共同 进入殊胜国度的饗宴 主耶稣 祢曾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祢告诉我们说 祢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枝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我们就因此而多结果之 谢谢祢时常让我们有机会 看见自己的难度 主帮助我们 今天所做的这个举动 不是一个例行的公式 乃是真的从心而发 来跟你同享宴席 看见你为我们所付出的牺牲的大爱 祢在十字架上所显现的功能 为我们而舍的命所留的宝血 祢耶稣 主耶稣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开我们 让我们今天所吃的 是真的你为我们所舍的肉体 所喝的 是真的你用你的肉体所流出来的血 开始与我们的DNA相连接 让我们进入你的里面 祢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但那些有需要我们的人 我们就成为他们的帮助 学习你的样式 你的样式就是柔和谦卑 祢耶稣 祢耶稣 我们现在就存着谦卑的心 一个平静的灵来到祢的面前 祢要帮助我们 我们在现在所做的每一个举动 都在祢的爱中 享受与祢共同享受的圣验 来感谢祢共同享受耶稣基督的名教 Amen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所舍的 我们一起来分享 主要让我们安静的在祢的面前 主要让我们安静的在祢的面前 领受祢为我们所做的 就让我们的手握着我们的心房 不断的告诉自己 祢能做的 我们也要能够做 领受祢的使命 要做的比祢还要更大 求祢让我们真的看见 祢带给灵里面的动力 让我们不断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享受生活中实际的帮助 父神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暖落 承认我们自己的罪信 因此我们愿意在祢的面前 一次又一次的领受圣洁的使命 让我们看见奇妙的作为 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展现开来 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宣告 我们真的相信 这圣洁的交通 对我们的生活是实际有帮助的 祢祢圣灵来到我们当中 圣洁的 fandom王 圣洁圣洁这个兵 让我们手中所握的这块兵 成为圣洁耶稣的楼梯 虽然我们不配 但祢能为我们做拉 主我们是真的何等等不配 我们谦卑区区的领受祢的肉体 求祢与我们结合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享用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爱你们正如法 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 当我们看见耶稣为我们所受的这些鞭打 在十字架上所留出的保险的时候 我们知道祂的爱已经完全 祂的完全进入我们的不完全 以至于我们时常必须要借着这样圣洁的交通 让我们的不完全在祂的身上 祂承担了我们的担持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断的宣告 是的耶稣我们真的是不完全 但求祢借着你的完全来彰显你的荣耀 在我们这不完全的生命里面 耶稣说这是我在十字架 是为你们所留的保险 我们一起来做这样子的行为 来祢借着你的祢 来祢借着你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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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说我就是满从我进来的必难得救 主说我是好牧人 好牧人喂养舍命 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 我认识我的羊 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 并且我为养死命 谢谢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有些我们当中还不知道守圣餐的定义 求圣灵帮助我们 不管你是第一次守圣餐 还是已经很久的 做这样子的圣洁的交通 求神让我们真的知道 我们能够听见主耶稣的声音 而当我们开口向祂祷告的时候 主耶稣也听得懂我们的声音 主我们在祢面前献上我们为生的祷告 在今天当中 如果心灵要不平凡 肉体软弱的 身心灵在你生活当中受创 主耶稣都求祢 因着祢是我们的好牧人 祢倡祢祢求祢祢出为身О祢 让我们这居羊群里面 不管是有受伤的 暖落的 惊吓的 número 尸不保 когда 肉体 terror 冯 烧麟 主啊 都求祢 照扬我们 让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举事 在祢的面前得蒙神祢喜悦 当我们喝下这一杯 祢在十字架所流出来的宝血的时候 这些是我们要宣告 这杯是医治的杯 这一杯是丰盛的杯 这杯是祢为我们生命 留下来以便我们能够成为帮助人的杯 求祢丰盛我们的生命 让这一杯喝下去 成为我们与主更亲密的正洁的交通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享用耶稣为我们所留下的水 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原本是不配 享受这种圣洁的交通的我们 因着祢的爱 因着祢的作为 让我们能够安安静静的 并且享受这样子的圣业 主啊求祢真的借着这样子的圣洁的交通 祢的肉祢的血与我们相连 让我们开始成为一个小基督 一个耶稣所呼召的门徒 愿神圣化这个交通 我们现在要来回应对神的爱 我们奉献我们的金钱在神的面前 愿神纪念我们所做的 也纪念这些拿奉献带的人 有千百万倍的祝福 临到他们也临到我们 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 请不要在意这个奉献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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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 我们在你的面前 这样同心合意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接下来是介绍新人的时间 我这里有几位新人我要来介绍 第一位是 叶家宁姐妹妹 请问有在我们当中了吗 可以邀请你起立 我们要来欢迎你 第二位是 林姓儿姊妹 你好欢迎 第三位是周玉宇姊妹 第四位是方信渊弟兄 欢迎 最后一位是王振风弟兄 欢迎 请问我们当中还没有第一次来到 天药教会敬拜的弟兄姊妹 好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仁仪传道 好 我们要接下来有 大概20分钟祷告的时间 那我们要请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可以先到我们的新人包厢去 我们的同工在那边要先接待你们 让你们能够先认识我们的教会 先认识我们 我们想要跟你多一点的认识 所以要请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可以先到可以走后面 那到旁边的新人包厢 那请带他们来的弟兄姊妹 可以陪伴他们过去 那剩下我们弟兄姊妹 我们大概20分钟继续的为教会来祷告 因为今天晚上一样是我们教会的祷告的时间 那牧师跟我们分享到说 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归转归向到耶稣的身上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百姓 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更专注的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再一次来敬拜我们的神 耶稣你能 耶稣你能 视下眼看见 耶稣你能 一只伤心人 一只伤心人 耶稣你能 全力释放 就不可能 变为可能 耶稣你能 是瞎眼看见 耶稣你能 一直相信人 耶稣你用 全兵释放 叫不可能 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佑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叫光风巨浪平行 大难舍醉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佑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叫光风巨浪平行 大难舍醉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挽佑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能使谁变成就 叫光风巨浪平行 大难舍醉心神迹 大难舍醉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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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管天地挽佑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叫光风巨浪平行 大难舍醉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弟兄姐妹 我们在唱一次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要请你 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中 当我们在唱耶稣 祂能够行神迹其事 祂能够使瞎眼看见 祂能够医治伤心的人 我们要告诉耶稣 我们是你天国的百姓 我们也要能够做到 因为耶稣相信 我们可以做比他更大的事 所以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告诉耶稣说 耶稣你做得到 我也做得到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的来唱 我们要有信心的来向耶稣宣告 我知道我能够做 更多神迹其事 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耶稣的能力 圣经的能力会在我的身上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宣告这首诗歌 耶稣你能视瞎眼看见 耶稣你能一直伤心人 耶稣你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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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兴施放 叫狂风举浪平行 胆胆舍醉寻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耶稣你能 视下眼看见 耶稣你能 依止上信任 耶稣你用 权柄释放 叫不可能 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叫狂风举浪平行 胆胆舍醉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叫狂风举浪平行 胆胆舍醉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使谁变成就 叫狂风举浪平行 胆胆舍醉心神迹 耶稣 无人与你相比 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起来读一个经文 让这个经文成为我们今天的宣告 也成为我们今天的安慰 我们相信耶稣 他在服侍的工作的路上 他满足了所有渴慕的人的需要 今天晚上耶稣也要满足 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 所以把我们的问题 把我们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 耶稣祂能够一一的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所以恳求主让今天晚上的经文 能够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诗篇147篇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我们要先用 诗篇147篇第三节来祷告 我们相信耶稣是乐于 医治我们的神 他是乐于医治我们身心里的神 不论我们身体的疾病 心里面的问题 耶稣 他怜悯是他的特质 慈爱是他的特质 耶稣乐于来服侍我们 来医治我们 来释放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在忧伤的里面 耶稣今天要恢复你 如果你在痛苦的里面 耶稣今天要安慰你 如果你在疾病的里面 今天耶稣要医治你 所以我们先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求主 恢复医治我们心里面的伤害 或者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病痛 让耶稣来医治 如果你的身体有疾病的 按手在你的身体上面 如果你的心里面 忧伤的按手在你的心上 让耶稣自己来服侍你 让圣灵行神机 祂一起是在你的身上 因为我们刚刚所唱的歌 没有人可以跟耶稣相比 耶稣祂可以行神机在你的身上 祂在过去行神机 在今天一样行神机 好不好 我们开口为自己来祷告 哈利利亚 主耶稣我们将自己 叫在祢的手中 主耶稣求祢安慰你的灵 与我们同在 主要求祢预知的灵与我们同在 主要让我们的心 再一次得到安慰 主要让我们相信 主要祢医好 主要伤心的人 你裹好他们的伤处 主要我们的心 主要求祢来服侍我们 主要求祢来满足我们 哈利利亚 追逐我们心里面的忧伤 心里面的痛苦 主要我们相信只有祢知道 主要也许我们不能对人不说 但是神让祢知道 主要祢自己来议治我们 主要祢自己来恢复我们 祢自己来安慰我们 主要祢的灵来服侍我们 主要祢让我们再一次 主要我重新得利 主要让我们再一次 主要如云展示上可恩 哈利利亚 谢谢耶稣 哈利利亚 谢谢耶稣 哈利利亚 谢谢耶稣 好 主要 谢谢耶稣的一次 谢谢耶稣的一次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谢谢耶稣 哈利利亚 谢谢耶稣 哈利利亚 主要 against耶稣 主要我们谢谢祢医治我们 circumelly 主要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 我们已经得到医治了 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 我们已经被恢复了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我们也相信 神啊 我们今天 要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主啊 让祢的保险 主啊 跟祢的圣体 主啊 能够成为 我们生命最大的帮助 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最大的力量 主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不再一样 主啊 我们是 依靠耶稣生活的人 主啊 我们是祢的门徒 哈雷利亚 谢谢耶稣 弟兄姐妹 我们也支持着来祷告 我们相信神不但要 恢复我们的心 神也要恢复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教会 在做这个门徒训练的当中 让我们每一个人 有合一的心志 让我们说一样的话 有一样的心 有一样的意义 让我们整个教会 是连结在一起的 我们相信 当我们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整个教会就要更兴旺 因为仇敌在我们的当中 是没有任何一个机会 来分裂我们 来破坏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 为教会的合一来祷告 好不好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开口 为教会来守望 我们开口来祷告 哈雷利亚 主耶稣 主啊 我们为了教会来守望 哦 主啊 让这个教会 主啊 我们相信 是走在你的心里当中 哦 主啊 让我们的教会 哦 主啊 跟着神里的脚步 哦 主啊 也让我们的教会 主啊 在训练门徒的当中 主啊 成为合一的教会 哦 主啊 我们有一个心 主啊 有一个意义 说一样的话 哦 主啊 我们要业劫一样的果子 哈雷利亚 主啊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 哦 主啊 在这么多人的当中 主啊 你特别拣选我们 成为那守望的人 主啊 我们就相信 你的圣灵要来帮助我们 哦 主啊 让我们的教会 再一次很严厉起来 主啊 再一次复习起来 哈雷利亚 谢谢耶稣 哈雷利亚 哈雷利亚 主啊 感谢赞美你 哈雷利亚 哈雷利亚 主啊 你来使用我的教会 哦 主啊 让我们的教会 成为 哦 主啊 许多教会的典范 哦 主啊 能为许多教会的榜样 哦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 你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 哦 主啊 你的认点在我们的当中 哈雷利亚 主啊 让我们的教会 哦 主啊 能够跟随你 哦 主啊 能够依靠你 哈雷利亚 谢谢耶稣 让我们的教会以基督的心为心 哈雷利亚 谢谢耶稣 哈雷利亚 主啊 使得赞美你 兄姐妹 我们也继续 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 耶稣不单医治我们 医治我们的教会 医治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的国家能够更平安 也许很多人在说 台湾过去的一年 是一个不平安的一年 但是我们从今天开始宣告 台湾要开始充满了平安 在过去可能有很多的 空难的问题 有很多的这个 呈报 或者是食安的问题 从今天开始这一切 因着耶稣都要得到解决 所以我们要宣告 我们不再是靠着 小确幸在生活 我们乃是过一个 卓越的生活的基督徒 台湾乃是过一个 卓越的一个国家 台湾乃是一个得胜的国家 所以我们为台湾的平安来祷告 让台湾能够 单正的被神来医治 被神来翻转 好不好 我们一起开口 为我们的国家来祝福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来祝福我们的国家 哦 主要让我们的国家 主要能够越来越兴盛 哦 主要让我们的国家 又充满了平安 充满了喜乐 充满了神祢的恩典 充满了爱 主要让这个国家更积极 主要 更正面 哦 主要让我们的年轻人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主要 更努力的工作 主要 因为我们相信 主要你要我们成为 那个代祷的勇士 主要来翻转这个国家 哦 主要我们要在这个国家 主要成为那卓越的人 哈利路亚 主要因为我们相信 主要我们是祢的百姓 主要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 也要成为那成功的人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恩爱这个国家 主要让这个国家 主要能够越来越充满你的心意 主要你也来爱这个国家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感谢赞美主 我们要继续用诗篇37篇第五节来祷告 诗篇37篇第五节告诉我们 我们要当将我们的世交托一和华 并依靠祂 祂必要成全 我们的神要成全 我们所交托给祂的事情 也许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难处 有很多的困难 我们在刚刚的信息当中 也感受到也许我们有很多的软弱 有时候仇敌占领了我们的心 占领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在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反转 我们相信有难处才有神迹 有神迹才知道神一直是与我们同在的神 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可以依靠的 要相信神是可以解决我们困难的神 因为拦阻越大 神迹就越大 所以今天我们要再一次为自己来祷告 求神让我们能够经历突破 如果在困难的当中 你把你的困难交给神 在软弱当中把你的软弱交给神 在一个冲突的当中把你的冲突交给神 如果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工作上出了问题 家庭出了问题 我们的生活经济出了问题 完完全全的交给神 让神成为我们生活的解答 让神成为我们的答案 最好帮弟兄姐妹为自己来祷告 为自己的困难来祷告 为自己的软弱来祷告 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主啊 心得赞美你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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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心得赞美你 哦 主啊 将自己的困难 哦 主啊 交在你的面前 哦 主啊 我知道依靠你的人 哦 主啊 你会负我们的责任 哦 主啊 就求你代理我们 哦 主啊 帮助我们 主啊 更有信心的来跟你求 更有信心的来跟随你 更有信心的来依靠你 哦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 主啊 将我们的事交付给你的时候 哦 主啊 依靠你必要成全 哦 主啊 我们凭着信心来宣告 主啊 因着你的话 主啊 让你的这些事情 必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哈利路亚 主啊 谢谢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主啊 恩待我们每一个人 经历突破的恩膏 主啊 让我们每一个人 主啊 让我们的生活当中 每一天都经历神经其事的发生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相信我们不再软弱 主啊 我们不再有困难 哦 主啊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还惧怕什么呢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也要继续为了文创中心来祷告 神把这又大又难的事 交托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就是相信我们可以 借着祷告来成就这一切 也许我们在建造的过程当中 听到了许多很不好的消息 但是我们也看到神一一的 为我们解决了这些不好的消息 祂一一的让我们经历到 再人不能 再神 凡事都能 所以我们只要紧紧的抓着神 这件事情必要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 这个文创中心必要成为台南市的见证 要成为台湾的见证 要成为一个奇迹 所以我们要为文创中心来祷告 求神让我们能够在下个月开始 顺利的把它建造起来 在两年内把它建造完成 好吧 我们请开口为文创中心来祷告 Hallelujah 主耶稣 我们为文创中心来祝福 主啊 你把这样又来又来的事交给我们 主啊 我们就相信 主啊 我们能够借着祷告 主啊 借着依靠你 主啊 你要成就这样美好的事情 Hallelujah 主耶稣 主啊 就算下地下的水 主啊 你说很多 但是主啊 我们相信 神让你要让这些水都退去 主啊 因着 主啊 我们的祷告 主啊 你要让这个文创中心 主啊 顺利地建造起来 主啊 让我们在建造的过程 主啊 一直地依靠你 主啊 神迹其实每天发生才当丘 Hallelujah 在那个地方充满了赞美 主啊 在那个地方充满了神迹 充满了赞恩典 主啊 充满了荣耀 Hallelujah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给我们有参与在你事工当中的机会 主啊 我们就相信 那如果这种东西建造起来 主啊 要助说 主啊 神你奇妙的名 主啊 要高举天生的名 Hallelujah 谢谢祭祝主 我们最后要为我们的国家再一次来祷告 把我们国家的事交托在神的手中 把我们国家的政治 经济 把我们的治安 把我们的教育都交给神 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的新闻 会让我们觉得对这个国家很失望 但是在失望的当中 我们相信神在掌权 所以我们要用祷告来拖住这个国家 也为这个国家的领袖来祷告 为这些执政掌权的来祷告 我们相信当他们依靠神的时候 他们会用神的智慧来管理 他们会用神的知识 能够来治理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就必然兴旺 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 让这个国家充满更多力量 充满更多好的声音 赞美的声音 最好把我们一起开口为这个国家来祷告 把这个国家交托在神的手中 把这个国家的政治 经济 治安跟教育 在聖福时室 在里面 在聖福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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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 honk 唯有耶稣 能是随便陈旧 叫狂风去浪平行 哪能赦罪今生计 耶稣 不仁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抢换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是随便陈旧 叫狂风去浪平行 哪能赦罪今生计 耶稣 不仁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唯有耶稣 抢换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是随便陈旧 叫狂风去浪平行 哪能赦罪今生计 耶稣 不仁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 抢换天地万有 唯有耶稣 能是随便陈旧 叫狂风去浪平行 哪能赦罪今生计 耶稣 不仁与你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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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谢谢你 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你 耶稣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在今天 能够凭着信心来领受 你是一致的主 你是安慰的主 你是成全的主 你是得胜的主 主啊 谢谢你 我们把我们的全心全人 都交托在你的手中 主啊 求你来带领我们 未来的一个礼拜 每一天都经历你的得胜 让我们战胜 这个世界上的诱惑 让我们战胜仇敌来的诱惑 主啊 让我们战胜 我们自己的软弱 主啊 也让我们能够战胜 我们自己的情绪 主啊 谢谢你 主啊 谢谢你 因为我们相信 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 你美好的事 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定义 要活出一个天国百姓的样式 就是让世人看到你的荣美 主啊 让世人看到你的荣耀 是从我们的生命里面 涌流出来的 主啊 谢谢你 今天圣灵充满我们 谢谢你的 主的爱浇灌我们 主啊 让我们更有信心的活出 一个基督徒美好的样式 感谢赞美主 谢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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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们的祷告 这样子祷告 都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起来 来唱最后一首送我们的诗歌 然后我们 请牧师来助导 我们来唱这首歌 歌 请牧师来助导 唱歌 宣歌圣 唱歌 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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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听到隆隆雷声 你的大能 填满了宇宙中 我灵的痛 赞美救助我神 你这味道 喝的味道 我灵的痛 赞美救助我神 你这味道 喝的味道 我们一起来呐喊气声的哈利路亚 你一人耶稣基督恩典 上帝的此爱 与生命的感动 满满与我们同在 从此时 此刻直到永永远远 天后姊妹请坐 晚上的敬拜就到这个时刻